大陸情流感疫情拉警报在台湾 能做什么呢 北市的动保处就化被动为主动 到万华的鸟街 随机抽样鸟类的排泄物 这个报告要等三天才会出炉 不过鸟街的店家就有自知之谜 已经开始每天自行消毒 鹦鹉不停展翅 在栏杆上显得躁动不已 台北市动保处检疫人员 为了及时掌握情流感疫情 站在万华的鸟街 采集鸟类的粪便做检验 每周都会来采样一次 那每次来采三家 也保证我们核心鸟街 这边的这个店家 他们都有做消毒 而且有做这个 他们做些检验 检验结果都是很正常的 那希望大家能够安心 小心翼翼的把粪便放进市馆内 动保处按照原定计划 进行随机检测 并表示由于疫情并没有扩散到台湾 所以没有升高防疫机制 只戴着口罩穿着简便服装 检验即可 如果一旦检验出阳性 将会先行封锁 发病处方圆一公里 并将病毒送交中央 进行最后检测 商家也对自己的 卫生环境挂保证 动保处有发消毒水给我们 所以我们早上都会有 就是环境跟地板 对都有在清洁 找到卖想挑选起 鸡鸭肉类等商品 包括前阵子 曾大幅涨价的蛋类 目前看来 卖价都上升平稳 物价的风向球 还没有因为大陆传出 禽流感而有太大的波动 北市动保住则再次提醒民众 如果非必要 请勿接触禽鸟类 他们也会持续监测疫情 并加强消毒工作 严防禽流感的入侵 油电TV 陈庭鱼的商话 台北报导